一人王子昭被曝是购买未成年的不雅片 而且缺少者指出不只有一个人指控他性侵 让昔日他的演艺圈好友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而他昔日的好兄弟普学亮今天也是出席了新节目的记者会 更是直接提到他现在已经跟他完全没有联系 让我们听一段小早访问 没有啦没有跟他联络啦 这种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对啦 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吧 那觉得有需要对他喊什么话 喊什么话我们能够说什么 如果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做错的事情错就是错了嘛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做错事的当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对 好可以听到普学亮是喊话皇子娇要他勇于承担错误 但是被问到共同的恩师张小燕小燕姐呢 他则表示说最近风波真的已经闹得太大了 他并没有想要去打扰小燕姐 所以近况呢就比较没有关心到 在荒郊事件持续延烧 现在他其日的友人都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